明镜开通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之间 欢迎您介绍通过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 以及我们的Sky朋友的讨论 另外我们邀请您在网络上通过互动 民主沙龙周末日线的推特账号是 海天全品林岳阳 连书账号是民主沙龙 民主沙龙周末日线邀请到的何余嘉宾 在此所发表的评论 仅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自由亚洲电台的立场 这次的民主沙龙节目的推特就要搞一段落了 我是主持人林岳阳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关注中共高潮人事现象 搜查错综复杂 太细分野 追踪权力奏征 历史演进 把脉乡下中国 请收听 夜化中南海 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夜化中南海节目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比比习近平念剧温家宝的好 我们上次节目播讲的文章 习近平染发染出了高者的义友 文学成的读者身上军手 发表评论说 这个破事还没完 这就是芦苇惯用的套路 虽然芦苇惊奇了 但是习种有气或不因人悲剧 所以化妆还按照既定的剧本走 如此 当年温影帝才出场的时候 头发不让染全了 并且一定要留白 大家难道都忘了 当时南州还专门发了一篇报道 说是温总理说了 全染黑的不真实 当时就纳闷 全黑的不真实 难道染一半就是真实 如为当年就是温总的化妆师 这么多年过去了 阿姨早想明白了 人就是养 咱比较真儿 我们想在这里 首先纠正的是 那个曾经担任过 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中宣部副长 日后被习建平亲自下令收监领刑的芦苇 本来和温家宝毛关系没有 说他是温家宝的御用化妆师 完全是一遏传 曾经有海外媒体说 2014年5月升任新发州副长之后 最初芦苇组织的一个专人团队 改变了以前对中共领导报道严肃白板的做法 在报道中